自敬原住民的加拿大全國真相和解日主題晚會 將於9月30日舉行 主辦當局希望借此喚醒更多族群 共同關注原住民曾經遭受的不公平對待 倡導加拿大的多元包容價值 吳慧基的報導 名為自敬原住民加拿大全國真相和解日主題晚會採紅之上 是由華人母親發起 加拿大菲沙義工協會 和雅光文化交流協會聯合主辦 9月30日是加拿大全國真相與和解日 是一個反思加拿大寄宿學校痛苦 並向倖存者及其家人和社區表達紀念的日子 希望通過晚會 能夠喚醒更多族群一起關注關外園住民 並努力走向正義和和解的未來 這個詩的活動主要是以原住民的歌舞 還有有短劇形式的呈現給大家 讓大家認識到原住民 認識到我們生活的這個加拿大多元文化的 原住民發起了橙色T恤運動 是講述他們的歷史 我們感動深色 我們支持他們的活動 但是我們華人社區因為國際政治的變化 加拿大不應該把種族歧視用在我們華人社區 我們華人社區的所有的華人也是加拿大人 彩虹之上晚會將由中國音樂家哈輝女士撿到 華約藝術家及原住民藝術家共同精心打造 將通過原住民講述、音樂、舞蹈、歷史紀錄片等 多樣文化形式呈現 新時代電視不在機報道